《法政先鋒6》幸存者的救贖 今天在深圳舉行開鏡儀式 延續上一輯收視口碑都叫好叫座 今次原班人馬再度回歸 很榮幸 這麼快就開錄 《法政先鋒6》 因為總監製鍾樹佳先生跟我們說 原來做了一些調查 原來觀眾挺喜歡我們這個鐵三角的關係 上一次有些劇情也很喜歡 包括你弄到他背部見光的那一部 原來全劇收視點擊率最高 所以這個組合再拍一部 很感謝觀眾 有機會重遇這麼經典的場合嗎 經典來說 我覺得老哥和Ben很多場合都很經典 他們的整個情線也有延續下來 也很淒美 但希望今次你也手下流程 這次我是做什麼的嗎? 我是做偷你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想知道會不會 大家一定要留意 現在兩線劇都看到你們三個 這部劇會不會看到你們三個 一起在一起呢?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都很獨立啊 我們三個都是一個獨立的女性 真的嗎? 不是啊 我們都會更見面 我和聲優有 我和聲優有 大家都會困上一個男生 我的角色就是 怎樣說呢 都是有個小朋友 是媽媽來的 然後就很難 我聽到故事 是情緒擔當 很多崩潰的場合 是的 竟然自己入了氣之後 出不來 應該沒有東西難到你了 你是放雞姐來的嘛 是啊 兄弟的東西 我的角色是一個國際名模 所以今次要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裡面就減肥 還有盡量 你已經很快 你現在已經是完成的狀態 我希望可以再輕多三四磅 會比較好 除了舊友班底 新一輯的法政先鋒 也加入新血 就是得過電影金像獎 最佳南配角的鳳浩陽 和今屆港姐郭沛民 兩位新人 不是啊 洋洋我應不應該當你是新人呢? 請拜託叫我新人 哈哈哈 為什麼啊 你已經拿過獎了 拿過獎是一個肯定 我是很感恩的 但是都有很多東西要學 繼續 Julianna 厲害了 真的第一個跑出 港姐之中 是不是這個就是沒有三甲的包袱呢? 這麼快可以拍戲 是啊 很開心可以有機會參加這次的拍攝 還有這個第一次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 就是要期待什麼 那麼 就是要期待什麼 兩三個金錢 找什麼